濃濃黑烟直冲天际 位于吉隆坡路右路的移动组屋 发生大火 再后现场一片焦黑 家园被毁 只能暂时住在附近的收容中心 雪龙慈激之工前往关怀 发放慰问金协助减轻负担 在了解慈激慈善补助后 普里亚主动领养竹童 如果我们出现 买到厨房 买到厨房 我们把5%放入厨房 无情大火吞噬了家园 慈激之工双手送上慰问金 祝福他们能早日重建家园 大爱新闻正山美之工 苏玉发马来西亚报导